才一万两 没见过世面 乾隆第五次南巡来到了扬州 在乘坐龙州游览寿西湖时 乾隆发现了一座绝美的桥 于是忍不住问道 这桥谁就打 回皇上 是汪朝宗和郑东新 乾隆一听老怀大卫 这个汪朝宗还真是贴心 于是对老汪也不吝夸赞之词 随着龙州的行径 寿西湖的美景见次展开 蜿蜒曲折的寿西湖湖面是宽石窄 四金红一曲泥长舞 两岸杨柳飘荡美轮美奂 波光灵灵的湖面上 倒映着两岸的杨柳 微风一幅让人羞涩 万般诗情画意净现其中 此时五亭桥的全貌 也展现在众人面前 中间是一座孔桥 如同一弯明月 桥上面矗立五座亭子 乾隆看着五亭桥 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 这很像是咱北海子的 穷岛春阴哪 就是少了做白塔 闻听此言众人脸色各已 老阿直翻白眼若有所思 卢德公意识到机会来了 但表面却不动声色 他只是给一旁的马德昌使了个眼色 心思活络的老马立刻心领神会 并点头示意 到了晚上 由老汪家家养的戏班为乾隆献衣 众人看得正尽性 善于钻淫献媚的卢德公却坐不住 他先是轻声喊了老马两下 然而由于老马入戏太深并未听到 随后老卢便抬起脚轻踹了老马一下 老马这才反应过来还有正事要做 随后老马轻悄悄地找到乾隆身边的总管太监 老马此番是冲着乾隆之前提到的穷岛春阴的图样而来的 然而乾隆身边的太监总管却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情岛春阴的白塔图 你到咱家总随身带着呀 您公公 您一定有办法 只要您一句话 没有的也都有了 还望公公多帮忙 小的一定不忘了孝敬你 这还差不多 少了一万两 可没人搭理你 我一毫都不敢少 谈好了条件双方的交易也就此敲定 林公公表示随后自然会有人将穷岛春阴的图样送到老马的府上 心满意足的林公公也不敢多待 随即便转身离开 老马也是没想到交易会如此顺利 他原以为对方会狮子大开口 怎料这个林公公显然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模样 这让老马大为鄙夷 才一万两 没见过世面 老马很不屑地丢下了两张五千两的银条 就在他正准备离开之际 却撇到了放在桌子上的供桃 好奇心爆棚的老马拿起一个供桃就大口砍了起来 没见过世面的老马在临走前还不忘顺走了一个 与此同时 老王看乾隆心情不错 他准备趁机进行更大的冒险 一百多年前 当大清兵临城下之时 明朝上书史科法 率众殊死抵抗 以身殉国 至今 仍然是扬州人的心急 为史科法平反 是扬州人共同的心愿 汪朝宗决定安排演出桃花扇 冒死境界 准备桃花扇 在老汪的话出口之后 一众的演员惊呆了 因为他们知道桃花扇意味着什么 紧张而又亢奋的老汪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顶带 他准备再次冒死境界